农村老人的福音,60岁以后,每月可领1300元的养老金,不要错过了。 重大好消息,农村老人又有福利了,这项福利,是关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。 在以前,农村人普遍都会犯愁,年老时的养老问题,不知怎样解决。 农村的交通阻塞,经济落后,子女为了赚钱,通常都会离开家去城里务工,农村的老人就成了空潮老人,不光是没有收入,生病时,连照顾的人也没有。 这些空潮老人很孤单,年纪大的老人,衣食住行难以独立完成,日常生活成一大难题。 可即便如此,一些身体条件稍微好的老人,还会吓得干农活,赚钱维持家用,很是心酸。 老人的生活本应无忧无虑,已养天年,生活的难处却一直在逼迫他们。 好在改革开放后,我国经济快速发展,党和政府,考虑到农民的疾苦,从农民的角度出发,为农民办好事,发行了一系列的会民政策和服农政策。 这部,最近国家发行了一项强力的养老政策。 这项养老政策,可以基本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,老人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,足够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,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消费,可以减轻家庭的重担。 有的老人花钱较少,还可以存下一大笔钱,这么好的养老政策,到底怎么样的呢? 这项养老政策,不可以分次缴费,需要一次性交集9万元的养老保险,年满60岁以后,就可以每月领取1300元的养老金。 这只是现在的生活水平,以后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农民可以领取的养老金,也会越来越多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不管在哪个地区,哪个时间段,每个月绝对不会低于1300元养老金,有些地区的生活水平高,人均消费也高,这些地区的老人,可以领取到的养老金,也会比一般地区要高。 这么好的福利,只要老人自己输一点钱,老年生活就有保障,子女的压力和负担也会减轻不少,何乐而不为呢? 老人的养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,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是天大的好事,农村老人不要错过这次机会,抓紧时间办理吧。